道政法师 信心扎根 菩萨戒前言 有人提倡 念佛不需要那么麻烦 还要持戒 墨学反而劝大家念佛要持戒 如此花开见佛比较快 比较简单 不需要那么麻烦去犯戒 因为我很怕麻烦 所以我都事先想清楚 到底是犯戒比较麻烦 还是持戒比较麻烦 我们仔细想想看 杀生是不是比较麻烦 更疲劳呢 不杀生是不是比较轻松 比较不麻烦 譬如墙边有一堆蚂蚁 我看到就帮他们皈依 念佛 然后就绕到别处 不去打扰他们 反正路很宽 这样是不是最不麻烦 有人看不过去 要花时间去喷药 去把他们揉死 费老半天功夫 是不是更麻烦 这叫做费力 药味又难闻 不是我们的东西 我们都不要动脑筋 不去动它 是不是更轻松不麻烦呢 别人的东西 我们动脑筋去动它 是不是更麻烦 这是费力又没好结果 不邪淫是不是比较不疲劳 比较不惹麻烦 不打妄语 省了以后解释一大堆 免得麻烦 喝酒除了增加麻烦 哪有什么好处 不喝酒当然比喝酒来得省力又比较不麻烦 乃至八观摘戒 不化妆 不擦粉 当然比化妆省事不麻烦 去唱歌跳舞 去排队买票看电影 也比静静地在家休息更麻烦 持斋过午不时 下午晚上不用煮 不用吃也比较省事 省很多麻烦 总之 持戒一定比饭戒更不麻烦 饭戒真麻烦 费力又没好结果 这种赔钱生意最好不要做 无量寿经说 我们众生都是勤苦生死根本 勤是勤劳 也就是很勤快 勤苦就是说我们很勤劳受苦了 我们众生可以说每天都很努力 很拼命去做一些 使自己以后轮回痛苦的事情 其实 我们不需要那么勤奋去做赔钱生意 紧赚疲劳 紧赚生死轮回 饭戒的是 我们最好不要那么努力做 甚至还不怕麻烦很认真的做 饭戒的是 我们最好比较懒惰都不要做 才不会勤劳又受苦 以后还要等很久 莲花才会开 这种勤快实在划不来 我们勤快要主题正确 不要勤快念佛 勤快持戒 勤快帮助众生做好事 不要勤快饭戒 自找麻烦 所以墨学奉劝大家 念佛持戒比较轻松 比较不麻烦 以后花开见佛也比较快 我们没必要那么麻烦去犯戒 受苦受不完 往生西方的三资良是信 怨 行 确实净土法门求往生西方 只要有信 有怨 念阿弥陀佛就好 这句话是对的 但是下面那句不需要持戒 观念就完全不对 因为认为不需要持戒 就不是有信 有怨 念佛的表现 反而可以说是不信 不怨 又不念佛 下面我们分信愿行三方面 来讨论净土法门求往生西方 与持戒之间的关系 三资良的信与持戒的关系 观无量寿佛经说 要往生西方必须要修三种福 其中就说到要持戒 我们若相信净土三经 当然就要相信持戒 是往生西方必须要修的福 戒律是佛所教我们 对现前生活待人处事的原则与精神 一个人如果连佛所说眼前生活的原则 都不相信 哪有可能相信佛所说的 那么遥远的极乐世界 一个人如果说戒律不需要持 是过时的 这样就是认为 佛的能力连三千年都看不到 如果佛连三千年都看不到 哪有可能看到 世界以前阿弥陀佛成佛的事呢 所以我们若不肯定戒律 就是不肯定佛的能力 如此 哪有可能真正相信净土法门 这种信心就要老是检讨 中国佛教有八个宗派 八宗共同的基础就是戒律 我们当然可以照根基选择一宗 专修一个法门都能成就 但是不管选哪个法门 是参禅或者学教或修秘 都必须要持戒 当然净土法门也要持戒 因为戒定会 三学是整个佛学的内容 戒是定和会的基础 也就是禅定或者一心不乱的基础 我们如果时常犯戒 心乱糟糟 哪有可能念佛一心不乱呢 所以一个人若不肯定最基层的戒律 根本就不可能真正肯定 上层的禅定与般若智慧 哪有可能真正行得到呢 佛在灭度之前 交代我们以戒为师 以戒律做我们的老师 我们若对佛所说的 有些信有些不信 就是半信半疑 这就不是置心信要 根本不符合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真是大慈大悲 只要有人真正相信 阿弥陀佛 相信西方极乐世界 想要往生去那里 置心信要 即使临终念十句阿弥陀佛 也可以去他的世界 阿弥陀佛也会来接他 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 大愿里置心信要这四字 所要求的条件 三资良的愿和持戒的关系 愿意去西方的人 对世间种种欲望 都看得很轻 都随时准备要放下 偶艺大师说 如秤两头 低昂时等 秤的一边如果比较重 沉下去 另一边就一定比较轻 翘起来 我们往生西方的愿若很重 那么对苏婆世界的愿与欲望 自然就轻 下面举五戒来说明 愿与持戒的关系 有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一定不像世俗人一样 追求要吃得好 穿得好 不会为了爱吃 贪吃而杀生 也不会为了计较 生气而杀生 种种爱吃 贪吃的欲望 自然会放下 所以自然就会 持不杀生戒 既然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一定就不会想要 追求世间的财产 也不会想要 多盖几栋房子 多存点钱 所以一定没必要偷盗 自然就会 持不偷盗戒 我们想想 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世间 所有的一切都放下 不识出去 才能往生 真正愿意往生的人 一定连自己所有的 都想要不识出去 怎么会去偷盗呢 所以 一个真正愿意 往生西方的人 一定也愿意 遵守不偷盗戒 一个人既然要去 极乐世界 心真正放在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事至菩萨 就不会想去追求 世间虚假的感情和淫欲 所以 一定不会协盈 一定会遵守不协盈界 既然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 就不需要贪求世间的财富 地位 名誉 所以 没有必要讲谎话骗人 也更没兴趣去喝酒 真正有愿 要往生西方的人 所有与极乐世界 不相干的事 自然都没兴趣 都会放下 所以说有愿要往生西方的人 一定会愿意放下与佛界不相应的事情 一定会愿意持戒 也很愿意欢喜忍耐持戒的不便和辛苦 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持戒 不愿意忍耐 一定就是有放不下的欲望 一定有忍不过的欲望 一定对这个世间还有很多贪求 如此 往生的愿是否真实 就大有问题 愿并不是口头说说就好 是要看心中真正想要的 真正注重的是什么 心中真正追求 真正希望的 才是真实的愿 如果不愿意持戒 还想要做饭戒的是 往生的愿一定不真实 譬如一个人说要往生 但是还觉得 做生意如果不打妄语骗人 就不会赚钱 就不行 这就表示 他真正的愿 是要在娑婆世界赚更多的钱 并不是要去西方啊 所以说 若不愿意持戒 往生的愿绝对不是真的 我们真正愿意往生西方的人 必然会愿意照佛所教我们的去做 帮助我们增长往生的愿 光无量寿佛经说 想要去阿弥陀佛国土的人 应当要修三种福 我们要了解 往生西方是世间最大的福报 自古以来 所有帝王 圣人的福报全部加起来 也没往生西方福报的千千万万分之一 所以我们要往生西方 要修三种福 往生才会顺利 没有障碍 第一福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孝养父母是做人最基本的报恩与礼禁 梵网经菩萨戒说 孝名为戒 照这样说起来 孝就是戒 如果不孝 就是违反戒律的精神 中国文字很有学问 含有很深的道理 我们仔细看孝字 就是老合子两个 字合在一起 也就是儿子的心和父母的心合为一体 也就是弟子和老师的心合成一体 佛教徒的孝就是与佛同心 只有一心 一心与佛同心 就是孝 孝就是戒 所以戒就是与佛同心 一心的意思 也就是真正念佛念入佛心 与佛同一个心的意思 现代人时常不注重孝养父母 奉识师长 所以修行欠基础 欠根本 就如同无根的树 如同根烂掉的树 很不容易再生长 我们如果不修孝养这份福报 就跟佛不同心 连做人的根本都做不好 谈和说修行做佛的大事 根本就福报不够 得恨不够 范网经说 孝名为戒 不禁孝道 就违反戒律 因为不礼敬 不报恩的心 就和佛的心相差很多 心地上的污染 障碍就很多 往生西方的路 就很坎坷 很难走 从下面真实故事 我们来体会 孝养父母和往生的关系 一位很发心 要求生西方的怜友 她在临终以前昏迷了好几天 又忽然醒过来 她醒过来是为了向大家说出她的忏悔 她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很孝顺 对我婆婆很好 其实我对她并不是真心 我并没真正爱她 说完 她就虔诚 求婆婆原谅她 然后 才安详念佛 笑着往生 她婆婆 以及大家都很感动 也很警惕 不是真心的表面孝顺 在往生前上 且会造成障碍 何况是全然不孝 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时间 把握机会尽孝 有孝顺心的人 一定是心里有礼敬 有随顺的美德 也有报恩的心 这种基本发心 与佛道就相应 可以说与佛同一方向 同一道路 这样来修行 比较不会自长麻烦 自己制造障碍 慈心不杀就是持不杀生戒 而且是以慈悲心的动机来受持 并不是以种种自私的动机 受持不杀生戒 佛教我们修食种善良的业 持善业包括 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四不妄语 五不两舌 两舌就是好像有两个舌头 像某假说乙不好 又跟某乙说假不好 说离间的话 六不恶口 就是不可以恶语 或用粗恶的话骂人 七不起语 就是不说无聊 无意义的话 或者令人起坏念头的好听话 八不贪心 九不撑 也就是不生气 十不邪见 不愚痴 就是见解必须要正确 不能用愚痴 不明因果的心 仔细看食善业的内容 可以说包含了五戒 而且要求心中 不贪 不撑 不邪见 不愚痴 所以说敬业三符的第一符 虽然不是直接说出戒字 但是可以说都是持戒的符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这四句都是基本戒略的内容 第二符 受持三规 具足重戒 不犯威夷 第二种符就很明显说出持戒 受持三规 具足重戒 不犯威夷 这就明白 说出要受持三规一 必须遵守种种的戒律 我们是什么角色 就要受持那个角色的戒 我们受过什么戒 就要好好遵守 而且威夷方面也要做好 这就是修往生西方的符 这就是修往生西方的符